大家好анием仔 今天我們全新系列叫做做什麼想辦法 這個系列 eigentlich想什麼時候... 我自己 geven份 可能將些假裝作 完全不應該這樣做的 或者一定的玩法放在這個系列的影片 但未出的這系列出什麼 我是沒想到的 不過... Sind... 今天就是我的主題了 但這段影片的拍攝時間是3月初 為何要退到現在呢 中間隔了我旁邊的時間 所以很多東西都擲著 退到現在才有空去埋了尾 今天這段影片是什麼呢 就是做回四大主機版廠 華碩 華瓊 MSI和GIGABY 四大主機版廠的空燈軟件 究竟軟件寫得好不好 介面漂亮不漂亮 或者是空燈的東西 裝的過程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先說 你們覺得哪一個主機版廠的空燈軟件是最垃圾的 在下面先說 說完之後你們可以繼續看這段影片 我後來會再有一個解答給大家 如何評定一個空燈軟件是最差的 其實我心裡試完之後已經有答案了 這一刻我不趕著 你們可以先說你的答案 但由於今天這段影片太太太有挑釁性了 很可能會得罪很多人 在四大主機版廠得罪的時候 我就不介意 不要緊 今天是有金主爸爸的 先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不要錯過我們任何節目 今次這條影片會由NordVPN贊助播出 如果你平時是一個注意網絡安全的人 基本上上網就一定會用到VPN了 NordVPN在全球六十個國家內 設立了五千多部伺服器 所以你用下去的時間可以選擇不同的地方 隨意切換伺服器都可以 你的電腦 手機 平板 或Android TV Box 都一樣可以用到 最 NordVPN是用新一代的AES256的加密技術 基本上操作起來都是相當簡單的 基本上你按一個鈕 就可以將平時上網的足跡資料完全加密 當然你覺得一次加密不夠 還要加密兩次 它是有DoubleVPN的功能 其實你用了VPN上網的話 你上網有買東西 用了什麼銀行戶口 甚至上網的資料 基本上都是完全加密 是沒有人可以看得到的 上網看片的話 很多串流平台都設有地區限制 有了NordVPN 我就不怕了 還可以飛到日本看最新的動畫 即是我的優惠連結 就可以用六一節購買兩年方案 還送到一個月給你 如果要選VPN的話 記得選LokVPN 回到整體了 今天的評分準則相當輕鬆簡單 我會分開不同的Session 但每一個Session都會有五分去評分 最高就五分 最低就一分 由這些Session去評價我這套軟體 是否一個比較好用的軟體 當然啦 比較高分來說是比較好用 其實可能是我覺得比較好用 我免得爭辯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我覺得比我品牌的第8軟體 是做得比較好 那為什麼這個品牌的軟體有什麼奇怪 為什麼我試不到呢 我試很短時間而已 我未必試得到所有東西 儘量展示到少許分別給大家看一看 大致上就是這樣評分 Session的部分有什麼呢 就是安裝過程 介面 使用上 以及控燈方面 我分開這四大Session去做 如果有其他東西 大家覺得我的Add-on應該要試 可能我在留言留給大家討論 我沒有特別加上這個表 就是這樣 我們會由華碩的部分開始看 華碩的軟體現在加入了Armory Quades 原本是可以獨立下載Aura Sync 但現在Aura Sync 已經放入Armory Quades的軟體 因為我用到華碩主機板 如果是支援控燈的 你必須要下載Armory Quades 才可以安裝Aura Sync 如果下載Aura Sync 有機會不成功的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就由... 華碩的爸爸開始 先由華碩的爸爸開始 其實下載這個軟體 相當簡單 連結我不放了 直接上官網找到 其實你買完他們的主機板 上網之後都會彈出來問你要不要安裝 你要安裝 按Yes 不安裝就說No 就可以了 後來補飛的話 你可以在華碩官網上 可以下載 它用程式掛辦就可以了 我這一邊就直接下載軟體 按開始安裝 你看我說那麼多廢話 為甚麼呢 因為在我安裝的過程中 其實我用了兩分多鐘 我怕大家等得辛苦 已經是故意快鏡 用了兩分多鐘 得出的結果 是安裝失敗的 我沒有腦點的 我這次做這個測試 我真的不怕得著人去做這件事 因為華碩這套Armory Quades 也有不少人報告過 其實也有不少的Bucks 其中一個就像我這樣 就是安裝的時候安裝失敗 有些就是不知為何裝不到 其實我重新裝過也沒事的 有些就算裝到也好 可能在一些功能上 會無限loop loop到你弄不到 即是又是用不到 甚至乎有些玩家是我們朋友 去到今時今日 都是裝不到和用不到 未有一個很好的完美的解決方法 希望這部份會再改善到 好了 在裝完之後 其實你按開啟Armory Quades就OK了 Bucks那些 剛才說過就不特別再提了 如果基本上你有用開 知道的就大概明白了 如果沒有Bucks那些 恭喜你們就可以繼續用 如果你要去到控燈的面板 就要在左手邊這個位置 按Aura Sync 你就可以進去看 你有什麼裝置 連結到是support Aura Sync 以及燈效 你要設定什麼燈效 然後就在這版本上按 至於燈效控制的方便 相當簡單 其實就是按它的預設模式 你逐個逐個按 你看它的反應都快 按完那一刻 就能夠出現那堆顏色 基本上都沒有太特別 但如果真心這樣說 我覺得華碩在軟件上 控燈的部分 應該是界面上最帥氣 起碼界面 可能有些人會不同意在燈效上 可能它有些自定的想法 當然它還有一些自定的功能 由於我是一個藝術細胞 已經跟隨幹細胞死亡的關係 我只能夠展示一些預設的 profile給大家看 今天就會加入 Quilab Master的風扇 去做一個ARGB的示範 Rain的部分 其實我本身是有RGB的 但我就拍不到 好 我們下一套要試的軟件 就會是華瓊的Polychrome RGB 其實這套軟件安裝的時間 不長約20秒左右 但安裝完之後 它會強制幫我reboot一次 我的電腦 但其實在reboot完之後 電腦已經可以用RGB的軟件 你reboot完之後 可以開Polychrome RGB的話 但就要少許時間 讓它去detect LED控制 或者周邊的東西 始終是因為第一次開的關係 所以這部分就要等少許時間 但它等完這部分 可能是更新的Firmware版本 更新後 其實這套軟件已經可以用了 但在介面上來說 我覺得華瓊這套介面相對普通 就是這樣 話說華瓊這裡的Polychrome Sync 介面的控制 就不會像華瓊那套那麼多動畫 那麼浮誇 但其實控燈那方面的使用方法 或者那個形式 跟爸爸那套差不多 都是按完很快都會作出反應 然後就是有不同的模式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華瓊跟華瓊其實它們RGB那套的硬件 應該是相約的 所以理論上 如果在華瓊上做得到的東西 在華瓊想呈現出來 應該是花一點點心機 就是做得到的了 大致上讓大家看看它的模式 究竟是怎樣 非常 Viveru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第三套軟件 就是MSI Mystic Light 但Mistic Light 其實跟OroraSync一樣 都放在大腦裡面 要用到MSI Center才可以安裝 你看我這樣用快轉來顯示 很明顯裝MSI Center都用了不少時間 哼 沒有誰給誰 哈哈哈哈 安裝成功之後 沒有特別要收拾什麼 可以直接開到MSI Center 其實看到它也有不少profile 可以去搞和可以做遊戲同步 我們先由profile 1做示範 它可以做到即時的review 可以看到我按完裝置的燈效又會是怎樣呢 其實MSI的介面上 都一樣沒有剛才那麼誇張 有那麼多浮誇的動畫 或者有什麼華麗的介面 但用起來都是合理正常的 唯一一個我自己覺得不太開心的 就是它每按一個設定 就要按一次apply才能出得到 而且它每一個apply都要等一等 才能出得到 這個就是去到一個使用層面的習慣問題 剛才試了兩套的軟件都是一按就立刻跳 但是MSI就是你選擇完模式 之後再按apply才會生效你選擇的模式 大致上就這樣 MSI我覺得沒有特別缺點 起碼不會先寫那麼多buck mismo ああ 讓我選擇 對 剛才做到 對 我選擇 我選擇 安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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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ABYTE AORUS主題的顏色就是橙色 其實我本身不是很介意這件事 但在若干年前我們拍過Z390主機版開箱的時候 其實都一樣有介紹過RGBFusion 2.0 其實都已經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安裝了RGBFusion之後 會不見了Deford的彩虹模式 這個錯誤模式是必須將RGBFusion 這個軟件刪除了才可以出現 在你開機的時間 入到Windows的時間才會重現 不然基本上你就會發現 它裡面的控燈 不太容易可以按這個Mode出來 而且不知為什麼 有些Mode是按完沒有反應 譬如現在按一下 我的RAM是不著燈的 這個我完全理解不到究竟是什麼都一回事 當然如果我用過GIGABY的RGBFusion 其實就不只對應某些硬件出事 甚至他膽敢跟自己的顯示卡出事 只不過今次我沒有 我本身就沒有GIGABY的顯示卡去做這件事 如果有用GIGABY的Full List的話 可能你們已經是首當其衝中我這個招 就是如果你在雙兩樣或幾樣同步 你按Rainbow 是完全做不到Rainbow同步的效果 這個到這一刻應該還未確定得到 所以如果你想把主機板或顯示卡 甚至乎可能是透過三針RGB的接口 去做有Rainbow的效果 你只能夠 最好就是獨立每一個按一次 instead of你是按所有的group 一起同步再按Rainbow 因為如果你只這樣按Rainbow 有機會會出正式轉燈 就是平時四針RGB那種的轉色 就做不到完全是ARGB那種 每一顆燈都不同顏色的Rainbow 這個我真心希望GIGABY 是盡快盡快改了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說已經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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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了 但為何到今時今日都還未解決呢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 但我想說華碩、華慶、MSI 都不會有這些低能的問題出現 好嗎 先看看每一個細項的分數 其實以安裝過程計算 我真的覺得我很好持平 你看華碩我只能給他兩分 他有兩分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在安裝過程中 夠膽死我拍片 他都可以安裝失敗 其實都不少玩家反映過在安裝這套軟件有很多問題 安裝不到或者裝完用不到 希望華碩在未來會有更好的更新 去改善這些問題 但為什麼MSI Center我又給了三分呢 主因就是因為他跟華碩一樣 都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去安裝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安裝失敗的事件 但是我安裝到我用到 所以他就多一分 至於為什麼其他兩家 就不會好像他們這樣安裝2-3分鐘才安裝得到呢 主因就是因為他們不需要安裝整套軟件 他只可以各別去拍他們那套RGB軟件 如果MSI可以只拍MISTIC LIGHT 其實一樣是做得到的 或是華碩只用Aura星呢 其實都是沒問題的 但我不知道他們Aura星或MISTIC LIGHT 會不會還有保持出獨立的upd 但我收到的消息應該就不會 所以就用現在現行那套來做 但因為他其他東西會下載在一起 所以會用多時間去下載 結果你看到一個可能半分鐘裝完 但他們就要2-3分鐘才能安裝 那介面上面呢 華碩有一個我覺得真的是最帥仔 老實說介面浮誇到媽媽都不認得 有一堆動畫等等 這些一定是沒得說的 那華瓶那個就比較普通 所以我只能夠給他3分 那MSI那個就給他4分 但GIGABYTE那套呢 老實說我只可以給他2分 太過單一了 介面上都是橙色主色 灰底沒有特別的 其實很老實說 我還覺得華瓶那套漂亮 好了 那使用上呢 老實說 這3間我只能夠4分4分4分 即是我覺得用起來 總是未去到一個很完美的地步 但GIGABYTE的話 我真的老實說 對不起我幫不到 你連同步某些硬件有問題 和自己顯示卡同步都會出事的話 這個真的給不到分 給2分已經很比面 然後呢 紅燈那部分呢 其實就沒有太大分別了 那為什麼華瓶那邊會少1分呢 就因為我覺得華瓶的M.O. 就好像不夠 AMSR那邊還充分 華碩那裡還可以自訂的東西 其實大部分自訂的東西都差不多 華瓶的好像好像少一點 但是GIGABYTE那些我不說了 1分就是給你多了 所以總分上 華瓶華碩和MSI 就三個都是最高分 但是GIGABYTE這套垃圾軟件 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會建議大家不裝好過裝 因為不裝更帥 裝完還可能會有些燈下沒有了 裝完還可能控不到燈 我也不知道再做什麼 哈哈哈哈 這就是以我的經驗去試 四大主機版廠的RGB燈效控燈軟件 這是一個結論 我覺得華碩、華瓶、MSI 其實各有優勢各有各好的 但是GIGABYTE真的相當突出 在不好的方面 它的軟件問題實在太多太多 如果我覺得你要做帥仔燈效的話 你不搞什麼東西 基本上 老實說 我寧願不安裝這套軟件 當然啦 GIGABYTE還可以玩它們 賣白色的主題機 Vision系列那些 我不是想幫它賣什麼廣告商 所以覺得 它是有心去做一些主題的東西 但是軟件上的配合 是完全完全不行 是完全完全不合格的 很希望GIGABYTE 我不知道會不會看得到 看得到最好 看不到也沒辦法 因為它真的花多點時間 花多點心機 究竟它們那套軟件 跟其他主機板廠的距離是相差多遠 我不是想說華瓶什麼 但華瓶那套軟件 都做到基本要用得到的東西 但GIGABYTE竟然在我使用的感覺 連華瓶都比不上 因為華瓶已經沒有自己的顯示卡 不 現在有啦 有A卡 sorry 華瓶都會有自己的卡 我沒有試到 但是 試到的感覺 不是什麼特別差的東西 或者試完其實我覺得是OK的 但是GIGABYTE那個我真的覺得不行了 很明顯 你們不知道哪部分 但是打算重練 你們這樣搞這套軟件 連自己的主機板 自己的顯示卡 都控不住 這個我覺得真的問題超大超大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報告過這些問題 給官方 但是 到現在這麼多年 都好像沒有一些比較好的跟進 或者更新 或者改良改善 這樣就不太理想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喜歡這個新系列 做什麼想法 下次做什麼想法 我還沒想到 今次先做這樣 但這樣 拜拜 不是 其實還有一個小彩蛋 我說剷了Sophia 但不知道為什麼 MSI Center就在 我關掉它 我以為自己還沒剷 咦? 沒有啊 剷了